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年前送进监狱的某个罪犯已经被放出 而且这个罪犯的小弟们现在就在火车站等正午的火车 看样子罪犯马上就要到达小镇 所有的人都让警长马上走 因为罪犯说过不会放过他 而且他现在也不是小镇的警长 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等死 刚结婚了 警长和不明真相的妻子小白马上坐车出逃 可是跑到一半的时候 警长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驱使他重新回到小镇 如果罪犯真的决定杀他 警长会把罪犯再一次的送进监狱 想法倒是美滋滋 跟自己妻子小白解释过前因后果之后 小白还是劝警长马上带自己逃走 警长没有同意 对一个已经觉悟的男人 确实是没有办法动摇他 不过警长不走 不代表小白不走 小白决定一个人坐车逃走 这算是对警长的第一重打击 随后警长看着真子内的法官收拾戏软 也是准备走的 这搞得有点尴尬 一个罪犯就能逼走这么多的人 第一重打击才过第二重打击马上又到 之后警长的助手副警长也找到他 说是谈一个交易 如果警长这时候向所有人说 明天副警长就是警长 而且可以让大家送新警长滚蛋的话 副警长很愿意的跟警长一起御敌 不过正常的警长没有答应 你算什么东西敢跟我提条件 就这样 警长真正的成为孤家寡人 我都不想给他数他会有多少打击 反正电影的前半段都是这样 听我继续说下去 然后警长开始谋划对敌的事情 既然之前可以抓住对犯 这一次大概也可以 警长先是到自己前女友的住处去 不过在酒店大厅碰到等车的现任媳妇 有点刺激啊 警长找到自己的前女友大兄妹 也是让他赶快走的 大兄妹虽然不怕罪犯 但是如果警长被杀 这个阵子大概就会被罪犯统治 新警长不是大靠不靠谱 这也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所以也决定走 安排好所有自己在乎的人之后 警长决定去招募帮手 他先是去酒吧实施运行 毕竟那有自己以前的帮手 不过大家这次都不愿意帮助警长 都认为警长会死在罪犯和罪犯小弟的枪口下 甚至罪犯小弟在酒吧都比警长受欢迎 没有办法召集他们 警长决定去找自己的朋友们 可能有人愿意帮助自己 第一个朋友就让妻子骗警长说自己不在家 而是在教堂 警长马上就赶到教堂 打断所有人的祷告 所以以前的罪犯即将回到小镇 他需要人手对抗 一开始还是有人愿意帮助警长的 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 说警长现在已经不在职位上 他要大家对抗罪犯 说不定是出于私心 最后你一言我一语的得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一个小时前警长就应该走的 没有警长在这 罪犯大概什么也不会做 等到明天新警长上任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警长失望的走出教堂 又一次的开始去找自己的其他朋友们 不过因为年事已高 这个大爷大概是帮不上什么忙 警长助手这时候还算有好心 他跟着警长到达马厩 让警长马上就走 甚至劝说不成这货打算用墙 不过可惜的是 这货不是警长的对手 也就没有办法强迫警长 最后警长回到警局 看着唯一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 说出自己没有办法召集到人 最后也就不愿意跟警长一起去送死 毕竟还有妻儿在家 32点的钟声响起 警长媳妇和前女友一起去火车站 而到达火车站的火车也把罪犯放下车 警长要开始一个打四个 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候 警长媳妇忽然下车 决定还是要和丈夫在一起 小白回到小镇的时候 战斗已经开始 而且对方那边已经死掉一个人 然后警长运用智慧又干掉一个 最后的罪犯二人组 被警长和小白相互配合杀掉 然后警长带着小白正大光明的走出小镇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西部片 但同时也是一部悬疑片 电影前面整整70分钟 罪犯都没有出场过 通过对于小镇居民的表现 去体现这个人的强大 去营造紧张的气氛和压迫感 好的 谢谢各位看官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